老师念佛 老师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为此一句 就这一句佛号 这是我们一定要认真努力学习的 把心里的妄想清除掉 把心里面的杂念放下了 这颗真心 没有妄想 没有杂念 只有一尊阿弥陀佛 只有一句弥陀名号 你就一直念下去 念念相继 一句接着一句 不要间断 将妄念杂念清除 就是都市六根 大师智菩萨所说的 静念相继 这必定如染香人 身有香气 这两句话 是佛在经里面说的比喻 我们身体 我们身的衣服 身体 染上香 走在外面 一定有香气 这个比喻 很好懂 因为古印度的人 富贵人家了 衣服都是寻香 在中国古时候也有 这就是染到阿弥陀佛的代香 灵命中时 佛来皆因 慈悲加油 令心不乱 令心不乱 往生的时候 必须要心不乱 如果灵命中时心乱了 有杂念 有妨想 就决定不能往生 又溜到 落到溜到去了 去轮回去了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绝大多数 几乎没有例外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你一生当中的爱好 那个稀奇 你这一生当中喜欢什么 到灵命中时 决定现行 稀奇现行 随着稀奇走路 稀奇在引导你 那么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把一切好的稀奇 不好的稀奇 统统放下 只去培养一个念佛的稀奇 大师之菩萨告诉我们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养这个稀奇 一佛是想福 不要想别的 想人 想四 想无 都是轮回业 专想阿弥陀佛 专念阿弥陀佛 这就对了 灵命中时 还是想阿弥陀佛 还是念阿弥陀佛 就决定 瓦山那 请不吝点赞 staff 感谢观看